GiGi嗎?GiGi 好 就是呢 我今天就是要來講我老公的壞話 Yay 他還轉十二粒了 就其實我們兩個很少吵架 對 我們兩個很浪漫耶 我覺得他很了解我 然後呢 常常 比如說可能朋友說了一個什麼話 他就會知道我快要生氣 他就會一直在旁邊點我說 你不要生氣喔 你不要生氣喔 但是殊不知最常惹怒我的就是他本人 最近呢 活生生我們前陣子有出國旅行 去大阪 然後他就講了一句惹怒我的話 本來我是很開心喔 很期待喔 好 這句話就是 是你說要這個的 對 事情是這樣 就是因為他常常會在每一個旅行的時候 都會給我很多的驚喜 然後那天剛好我們有一個半天的空檔 他就說 我們去一家很好吃的燒肉豆 然後因為現場你可以自己烤啊 但那家就是生意很好 所以要早點去 但是門口就已經排了很多人 我就看到那個店家放了一個牌子 就是他有一個特別的燒肉 就是你要自己烤的 但是你可以選A B C D A呢可能就是一個白飯普通的飯 然後B可能就是有加醬汁 然後C就是有日本上面很多的醬菜 然後D就是污泥洞 然後呢 D啦 D啦 對 在排隊的時候我就一直 而且我不是跟他講A B C D 在排隊的時候我就跟他說 我要吃污泥洞 我就是要吃污泥洞 不是污泥洞 我就一直跟他說 我就是要吃這個 這看起來好好吃 這看起來怎麼不好吃 然後呢 因為他很急 我都要看一下嘛 想要確認一下 因為全部都是日文 我不想要點錯 然後我就說我就是要吃那個 污泥洞 污泥洞 有污泥洞 我大概講了至少三四次 他就說好啦好啦就是這個 然後他就幫我點了 對 然後他的音味比較特別 所以快就上來 我的大概等了大概十幾二十分鐘 那他都已經快吃完 我就一直很期待很期待 好想要吃我的燒肉跟污泥洞 好 送上來呢 是那個C 不知道上面鋪了什麼 一堆小菜的那個 然後因為我還想說 都是燒肉沒有菜 我還點了 特別加點了一份 全部都是那個小菜 小菜 對 兩份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會是這個啊 我就說 你的污泥呢 他這邊送錯了 沒有啊 你點這個啊 我說這個是那個 BB凍什麼的 他就說沒有啊 你就說你要吃這個啊 你就是叫我點這個啊 我說我 從頭到尾 在門口我都說我要吃污泥洞 他說沒有 你就跟我說你要吃BB凍 Oh my God 我就整個火都上來了 因為我覺得你跟我說 你點錯就算了 一爆 他只是你 他只是一爆 我氣得點不是點錯這件事 對 就是你錯了你不認 然後還賴到我身上 然後從那一刻起 我就真的再也不想吃了 我就整個火就 他到底哪裡了解你了 對啊 我覺得呢 他就是一直在想他要點的 所以他就完全沒有聽到 我就在跟他 我要吃污泥 我要吃污泥 對 然後另外的呢 就是很常會在我們那個 生活中發生 我不是要跟你爭 通常我覺得這句話 背後的意思就是 我們前陣子就搬家嘛 然後 房子在完成之前 大概有幾個月裝潢的時間 那但是從 買這個房子到客邊 幾乎都是我一個人去 跟設計師討論 跟建商談的 然後呢 我們家比較特別的 就是有一個設計 它在那個客位的地方 它的洗手台是拉出來的 那這個是本來 建商就是這樣設計的 然後房子好 我們搬進去之後 就有一些採訪啊 來我們家 然後姐姐就問說 這個衛浴很特別 這洗手台怎麼會在外面 然後我老公就說 這是我想的 他就說 這是我說要放外面的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啊 這個是建商本來就設計 我們那時候還在討論 要不要把它挪到裡面去 對 然後後面 後來是因為裡面放不下 他說沒有沒有 這是我設計的 我就說 為什麼要 是嗎 對啊 這個是公園 這堅持這個 紅頭 我不知道 可是他真的打從心底 就這麼認為 他忘記了 後來設計師就來了 我就說好 我有人證了 我就問設計師說 請問啊 這個洗手台 是不是建商一開始就在這 他就說 對啊 本來圖就是這樣 他說沒有沒有沒有 你那個放外面是因為客店了 是因為我跟你說要這樣做 然後我就說 怎麼會這樣 好 這件事呢 我以為就 我以為就沒有了 然後又後來訪問完 我老公就去工作了 他是不是短期記 我也不知道 老公 老公 我正在想這個 從從第一條到第二條 我覺得他要去看病 要去看病 別人的遵照 對不對 對 有點貼錯了 對 然後他就在計程車上 傳一個簡訊寫說 我真的不是要跟你撐 但是呢 他就找了建商的圖 然後就說 你看這一戶 他找了一個圖 根本不是我們家的 然後說 你看有病 怎麼辦 我的洗手台就是在裡面啊 然後我就回他 好可憐喔 Stanley 怎麼辦 我幫你掛號 真的 真的啦 真的嗎 聽起來已經不再是 這是什麼龍路里的 嗯 這好哀傷喔 這好哀傷喔 他才那麼年輕 直哉 直哉 對 對 只是提太多東西 表示他生性就是如此啊 用腦過度了 對 他真的記錯 真的 對 後來他 反正就是我找了真的是最遠時的一張圖 證實他就是在外面 然後他回來就跟我說 他就是記憶就是不是這個樣子 他就說那為什麼我記憶會是這樣 我真的不是要跟你撐 但我覺得就是這個樣子 喔